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和各位分享一下阿里云虚拟主机的新界面 今天登陆阿里云的虚拟主机发现界面变了 通过右上角可以返回旧版 这是之前看到过的旧版本 然后这里有一个10体验新版本的控制台 就是这样子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主要的功能其实和之前的版本也差不多 只不过位置发生了变化 我带大家过一遍 这个主机是一个1核心 1G内存带宽是2M 现在已经过期了 已经过期了8天 下面是主机控制台的用户名密码和FTP的用户名密码 还有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 可以在这重置密码 下面是一些参考信息 这些之前都有 第二项数据库信息 数据库信息其实和之前也差不多 在这重置密码 改成41位加密和16位加密 还可以变更数据库版本 一般都用的是5.1 然后在这管理数据库 数据库的管理界面也没有发生变化 从这里选择数据库 下面列出数据库的表名 我带大家演示一遍数据库导出的操作 点击导出 新增任务 选择导出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 勾选所有表名 然后点击确定 现在正在导出 当前进度百分之百 导出之后它会自动下载这个文件 现在数据备份工作已完成 可以点击关掉了 然后再回到主机面板界面 第三个主机信息 这是一台独享主机普惠版 下面是域名管理 域名绑定 域名绑定和之前的也是一样的 界面没有太大变化 基础环境设置 和之前的也是一样 包括默认的首页文件 404和301重定项 下面的高级设置也是一样的 它支持PHP5.2到7.2之间的切换 还有PHPII 这个也没有什么变化 功能上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界面好像是有一点变化 下面是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变化比较多 我记得之前能够在线解压和在线压缩 现在变成这样的了 点击站点根目录 它可以列出所有的文件 还可以针对每个文件 或者是文件夹进行压缩和权限设置 在这我要备份文件 先回到站点根目录 点击右侧的压缩 压缩保存文件到根目录 勾选根目录 点击确定 文件名是2019.1.1.2.1 默认TIR.GZ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当它压缩完之后 要登录FTP下载这个文件 在当前这个界面上是不能下载文件的 也不能再信编辑 我们再往下看 网站的日志下载 木马插杀 然后是流量 流量统计以前也有 工具恢复备份 网站搬家的意思是把 网站在之前的主机上搬到当前主机 我更喜欢自己手动搬家 网站检查 主机检查状态已过期 域名绑定 域名解析 已备按 首页已上传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查 只有这些 我们再看一下文件管理器 现在已经压缩成功了 但是在这不能下载 刚才是压缩过程 现在可以执行解压缩过程 比如我们要恢复网站备份 可以通过ftp工具把这个网站站点压缩包上传上来 然后再解压缩 比如把wordpress的安装包 或者主题的安装包上传到这里 点击解压缩 解压缩的目录 比如根目录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于阿里云虚拟主机的新界面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见